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现在这个台股在一个很特别的阶段 史上最长的万点行情 这时候券商赚很多股民也发发发 预估这一次的这个现金的这个配息的部分 会挑战1.5兆的历史新高 小股民记得要多多去马沙基给大家按摩一下 因为我很担心你会数钱数到手很帅 但是人生最多就是这个but 但是要怎么说呢 这个万点行情加上最近吹起了这个减资风 要呼呼那谈挑一些好的股票 真的难度还蛮高的 所以到底存股行不行 今天要仔细看我们的节目了 有看有赚到 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好 第一位其实我个人非常佩服 应该是我们节目到目前为止 来过最资深的单身来宾 他是最开始做股票的 那个我蛮佩服他 因为他这个常常穿的比我还辣 那么比我还瘦 腰比我还细 他的数字已经直将要奔向这个七字头了 犀利吗 欢迎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现在不叫犀利吗 我叫犀利小妞 犀利小妞 对 这下市场看到这个买股票可以动铃 旁边这位是这个越买越享受 好吗 你是40岁已经准备要退休吗 没有没有 表面上是一位律师 事实上是收租金跟收股息 收很多的 大概就有八成的收入了 蔡律师你好 欣妮好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我们财经专家张慧珠 欢迎你 那这位是呢 这个常常跟股票谈恋爱 谈得很顺利的我们的燕丽 哈啰 大家好 欢迎 还有我们的杰明哥全方位的财经达人 那个不论你是不是单身 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钱放股票比自己存在银行里 一般来说领你的更好 今年台湾的利率是4.22股票市场利率 存还利息是0.8到1 如果你是活存 0.2兔血 如果你是存100万没有利息 所以4.22 我现在有一个数字喔 就是说你如果是6% 我们仙气质率6%的话 你的本金要翻一倍 大概要11年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放在银行1%的话 你要17年的时间再翻一倍 真的 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勇敢前进股海 到底要什么样选呢 好 我们待会好好来聊 先来看一个数字喔 因为常说 这个刚刚赶到那么多公司这么赚钱 那我们的薪水怎么没有加薪呢 不过我们来看到 这是我们的行政院长赖清德 在这个讨论这个薪资报告的时候 大家常在诟病的时候 他们薪资都退落 但是我们最伟大的 最高统计机关 我们的主技术公布这个薪资的数字 是说 今年第一季 实质的总薪资 有没有看到这个数字 将近6万60k 有这么好吗 你要特别注意它是说 实质总薪资喔 以前听过是实质薪资 或是这个非经常性的薪资 燕丽跟大家解释一下 对 其实这就是数字游戏啦 所谓总薪资 注意 总薪资 好 其实就是总报酬的概念 意思就是包括你平常的底薪啊 就是月薪嘛 然后再加上红利啊 再加上奖金啊 年终奖金或者是 表现比较好的考记的一个奖金 通通把它加起来 就是呢 我们行政院给的一个数字 是将近6万块 对 说这是创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没有错 可是因为它加进去的数字 是有含到今年的年终奖金 所以其实很多的这个网友 就会觉得说 明明没有领那么多啦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个 漂亮的一个数字呢 对啊 但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其实这个数字 因为它是一个总 总报酬的一个数字 所以其实要看的话 应该还是要看平均的一个实质薪资 那平均实质薪资 其实主技术有给另外一个数字 对 去年的平均的实质薪资是 3万9 对 就是你每个月真的会领到的 对 就是我们的底薪 没有加什么红利奖金 什么都没有 就你实质的月薪的底薪 就是3万9 可是如果你扣掉通膨之后 那是3万7 那3万7之后呢 这个数字再跟17年前 也就是2000年做一个比较化 这个数字比2000年的实质的 平均的薪资还要低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一直说 我们的实质的薪资 是17年比较起来 是逗退路的一个情况 其实状况就在这边 所以就是这个总这个字 算是一个数字游戏 让大家感觉到好像 整体感觉变好 事实上是两边差很多的 好 我们进不了 这么厉害的IT公司 去赚这么高的薪水 但是我们可以 买他们的股票 来领一些股息 最近很夯的就是这个 高股息的这些概念股 好 但是我一开始有讲 现在是万点行情 万点就是怕有个万一 要怎么办 在万点行情的时候 怎么样挑这些 高殖利率股的股票呢 好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最新的一个统计 那其实呢 以这个上市参规公司 这个比较起来 今年的现金股息 殖利率的一个排行榜 当然前几名呢 像是远建 然后强盛 达利 有达煤率等等 其他的股息殖利率 大概是落在 9%到16%直接 9%到16% 对 那刚刚杰明哥解释 很清楚嘛 那因为 国存才0点 再讲一次 如果你是那个 就是小额存款的话 你可能的一年的利息 是0.8到1 那如果你是 现在大额存款 是不收了嘛 所以利息可能只有0 那活存就是0.2到0.3 定存利率一年是1% 那大额存款 一年期的大额存款 大概是0.2% 就我们都1% 你差不多就0.2% 我没有在存大额存款的 就我们就是 有很多东西可以买 跟慧珠一样 有很多东西可以买 好 那 那因为这个表格里头 有很多营建股 那所以其实就是说 因为营建股的业绩 没有太出色的一个表现 然后股价呢 也没有涨太多 所以相较之下 它只要配在水准的范围之内 它的殖利率就会往上跳 所以就呼应 刚刚轻盈讲的就是说 当我们在敲这个 现金股息 殖利率 概念股 特别是高股息的一个部分 你就要去想 就说它这家公司 它未来的业绩展望如何 否则你只看殖利率去买的话 那只有可能 它未来的业绩不够好 那你并没有赚到股价的一个价差 这是比较可惜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我另外帮大家做了一个表格是 我个人认为呢 起码它的业绩稳定度是够的 然后配的呢 也还可以 我们不敢说呢 像刚刚那个表格一样 是随便便就是7% 8% 10%起跳 这边是3% 对 可是确实有几档喔 重点是业绩还不错喔 法人也还在买 配的呢也还可以 这种股票就值得大家做一些 这个布局 比如说像台数四保 因为现在油价 已经来到70块美元 对 然后外资分析师 是一口气调高到100美元 我个人认为为了一年起码是落在 70到80美元 是合理的一个区间 所以台数四保法人 都还在买 然后筹码没有太大的一个松动 对 那台数四保它的一个股息值 利率平均是落在5大6%之间 然后金融股 不管是国泰金这边大概是4.6% 或者是开发金有5%之多 对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金融股 还有比如说像玉山金 玉山金没有在表格里头 可是某位主持界一哥 每一年都买玉山金 玉山金每一年大概就是稳定配6% 然后它的股价 过去这十几年 就是普遍就是落在18 19 21 22之间 股价没有太大波动 对 所以如果你心脏不够大 可其实这种股票蛮适合你的 就是我呢 我谈 就是我稳赚的股票 最近才创新高 玉山金股票 我持缓队的意见 所以说真的 我是一个每天在股市里面打滚的人 像我建议大家 假如说要买金融股去除息的话 我是建议不是在这个一万多点买 虽然说它的股息很高 但是因为它的股价在这个地方 万一假如一万点跌破的话 你们除息的话 根本就赚不到息 赔了股价 因为通常会去买 买殖利率 所谓的殖利率 然后去参加除息的 都是会放很久 通常我都是会建议说 比较说 金融股要在股市非常不好的时候 买起来放着 放很久 这样子你才会赚到那个价差 又赚到息 对 蔡律师给你按赞 那个完全支持 因为要小心 现在那个大盘已经上那个万点 对啊 就怕个万一 对啊 现金殖利率要小心 不能只看那个一年 你要看很多年 因为有些公司是 某几年这个 赚的钱蛮多的 某几年根本都完全不赚钱 甚至有的 它是卖掉资产才赚钱的 对 这个都要小心 对 现在很多 民建国就有 等我说一句话 其实从去年开始 如果你们很在乎那个点数 就是看到八千点一万点的人 其实他们都没赚到钱 因为股市上万点 也是有股票创新高 像国具 它就到一千块创新高 可是股市上万点 也是有那一再破底的公司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 公司的成长性 不要看指数啦 要选各国 但是就是最困难的地方 因为现在这个万点恒情 很多个国大家觉得 看得不是那么清楚 特别我们刚刚讲说这个高股息 大家看到说 哇 发什么八块 十块二十块 就很兴奋 你要看到股价多少 对不对 就是这个他的配息 那除以他的这个股价 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 这个殖利率 跟股价很有相关 跟选老公一样 不要看到帅的 就马上要加了 所以是看到有钱吧 对不对 要好好地来 这个仔细挑选一下 M杰明哥你看 你刚刚看那些数字 你怎么样来评断呢 因为我们先把这个 存股的概念 先要做一个逻辑上的分享 一般我们指的 现在的观众朋友 都是小知男小知女 因为我们节目属性是这样嘛 那他们现在很大的问题是说 其实钱也不多 每个月可能就是 多个几千块这样子 对 所以他就是不能像我们 像说我们可以在股底买 然后摆着 或者说我可以什么时候去放 他很单纯就是 每一年就给我一些利息 然后我每个股票跌的时候 我也有买 对 股票涨的时候我也有买 所以我只是很努力地增加 我的这个股数 那股数到一个程度 就是每年的时间他会配个息 那息拿到之后呢 我也不管当时股价是多少 我再去买它 然后可能又换了几十股 那这个时间点来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以刚才讲的玉山金做例子 玉山金在三年前的时候呢 股价大概差不多16块 现在是21块 当然你可能会买21块很贵啊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因为呢银行业是这样子 现在银行的平均的利率 就是他们收我们利率是0.55% 有的是定存嘛 有活存大概0.55% 他放呢是放1.6% 所以他大概中间是1%的利息 就是银行的收入的来源 那明年呢 明年大概预计会升两次利息 所以呢银行的这个平均成本呢 大概会到0.7% 可是房贷的利息 就是平均利率呢 也可能会到2点 就是1.7 1.8 房贷要付越来越多了 对 那他的利润还是1% 所以他每一年给你的钱呢 就是这么稳定 所以也就是说 你如果那么在乎股价的话 那可能很错失到 你在低点的时候 其实你也买了很多的 这些金融股 其实小真的小猪 你第一个要算的事情 无人吃穿都不够嘛 那有些人他觉得 他有办法每个月 能够停1000到2000块 好 那你就先设定 每个月就1000到2000块 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 那我要去买什么金融股价 你设定 因为金融业是这样 它即便倒了 金融业倒有人会买嘛 金融业不会倒 对对对 所以我的重点是 但是我不要存在二三十年的时候 一场空嘛 所以他基本上 这个公司要存在 这第一点就是先算口袋 多少钱 这也很重要 这一定要先做 第二件事情呢 是说那你是要选择 是一字头的呢 还是二字头的 还是三字头 还是四字头 像看像这个 我们最近表现的 还不错的 这个 这没有开发金 是国胎金 国胎金就是要 四字头的 四字头 你就是说 你的口袋就一千块 你买四字头的股票 你可能要等 很久很久 你才有一张的感觉 每次买的感觉 也不是那么强烈 但是呢 如果你选择像是 这个 比如说 举个例子开发金 最近开发金的 这个配息也开始增加 它的股价呢 是一字头 所以也就是说 我一千块呢 我可能一次 一千块我就可以买到 一百股 那我当然就 那种feel就起来了 就是慢慢买一些零股 慢慢存起来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去银行设APP 这件事情很单纯 你就直接 比如说我就是 玉山银行的客户 然后我直接在 玉山证券开户之后呢 我直接上网 它上网就可以 开户完毕了 它就一个APP 然后APP它每个月的时候 你一扣款之后呢 你就可以知道 不是 就是你买了 当天你就知道单位数了 而且平均的成本 也出来了 然后配息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哎呀 那我息是多少 那你当场 可以决定你的息呢 就可以直接去买 在零股市场买 其实你现在交的是 这个可以用 零股的方式也可以买到 这个金融股 为自己存钱 还有我们今天待会 现场有人40岁就退休啊 有人是这个 五张股票变成80张 很厉害喔 马上再回来 五张变80张 24年的时间 好 我们今天节目希望 帮大家可以这个赚钱 这个高股息股票要怎么挑呢 不要只看到这个绝对数字 好像股息很多就买 还有很多的因素 你要一个一个来判断 我们先请杰明哥讲一下 到底那家女老板 有多么的有魅力 没有 这个不是在 就是我们的那个参合里面 只是说 因为它这次的息率非常高 是总态建设 它股价大概2万块左右 然后它的息率是有到了将近9% 那今年第一季的财报也非常的亮眼 当然这种 我们就不是说一定要去买它 因为它换了一个新的董娘 那据了解真的很漂亮的样子 气质还不错 对 然后又是一个 这个 这跟挑股票有关系吗 其实我这么说 这当然是自己参考 营建业今年的状况 有很好的改善 真的吗 可以买房子了吗 买汽油好一些 对 改善 那它的股价呢 也跌到一个相对的低水位 那有些品牌不错的 像是新复发等等 他们就是 你知道房地产 我要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 现在很多人还不敢买房子 我觉得可以了 我为什么说存股 要去做营建的原因 是因为你知道 建设公司基本上 没有花自己的钱 它左手是用股票 去从市场集资 然后它土地是跟银行界 然后呢 它如果你是卖预售物的时候 房子还是买的人去付 所以其实虽然你看到 营建业的这个债务比 都到六成 但是只要是 新育好的营建业 它其实是 它手上 它为什么不会倒 因为它手上 永远握有庞大的土地资产 所以它就是 银行都很怕它们倒吧 对 它是 你买存股会带筋倒 那当然如果说 如果是设计一个三五年的 一个存股的话 或者五到六年的存股的时候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 营建业从今年开始 它们好像敢给息 那也就是说 它们对未来的展望 是比较是健康的 那当然就可以用 所谓的营建来做存股 所以如果第二 你是比较积极的 那当然如果第三 比较稳定的话 刚才艳丽这一张 也是所有存股最爱的 就是这些股票了 因为你发现到一个特质 它们都是传产 对 都有台这个字 对 为什么是传产 我们就直接跳通到 鸿海好不好 来看一下鸿海 鸿海很会赚钱吧 可是你看它的席率 真的要哭出来了 这种席率 像它准备要减资 减资还给两块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它们要维持 账上很大的钱要去投资 所以它不能把它的 这个股票现金全部去配出来 所以即便以现在股价 80块来看的话 配两块钱很可怜 它的席率只有1.68年 买鸿海最近很多人都在哭 对 所以你不能去存这种 有名气的股票 但是它的股息 会让你哭得出来 所以这样子 你就没有办法达到负利了 1.6%跟6%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们再仔细来看 因为我们有一个七二法则 因为七二法则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公式 只是它把它简单化了 我们刚才讲到 以银行定存一个百分点 然后你用72给移除 你要花到69年 你的存款才能翻倍 就72去处以这个报酬利 这个差不多是将其70年的时间 你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你希望他的存款 可以帮你翻倍的话 那你就是放1万块放银行 等他变69岁老公公的时候 恭喜他 他的1万块已经翻倍了 那如果你到5%的话 翻倍时间大幅的缩短 14年就可以翻倍了 那当然10%的卖秀秀 那个机率不大 因为可能赚了10% 亏了本金 那当然5到6个百分点的商品 大概你就在10年之内就可以翻倍 非常的好 所以差不多要找5%以上的股票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惠竹姐 讲到5%我就想到 有人有5张股票 可以放了24年 对 其实我觉得 5张股票放24年 因为我曾经也是小资女 没有钱 所以我在民国84年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这张 这民国84年 我要检查一下 我们看一下 84年的 买了5张的上海商品 真的真的 民国84年 大家有看到吗 这边 6月15号嘛 对不对 84年6月15号 股数5000股 5张 面额10块钱 成交价这边就是 74块 74块 这边 美股面额成交价是74块 所以这边整个成交价的金额 是37万 37万 37万 其实这个也可以律师见证一下 好 律师见证一下 千民负责 没有错 这边要放购物馆 可是我 我买了这张股票之后 刚好碰到上海商银 它的债券不翼而飞 有七亿的供债不翼而飞 所以它股价就大跌 那我只好被租套房 所以我就把那个股票 就把它塞到那个保险箱里面 可能才5张嘛 对 为了上庆宜的节目 你看我现在有大跌 这个 这个股票上面 魔术 这个股票上面还有我的名字 对 真的有 真的有 对 所以那个 像这么多股票 哇塞 应该可以送人吧 可以可以 大家花两张 就是从84年 然后一路配股配席到现在 而且还不止这个 再看一下这个 因为它除了配股之外 它还会配席嘛 对 那我从 我为了要领上来上映的股利 我就上来上映开了一个户 这个它的利息 就是股利会直接拨到这个账户里头 我从93年开始开户 你看 那时候开始开户 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早上去刷布置 总共领了103万的现金股利 还不错耶 对 所以这要耐心股利的好标的 所以 虽然其实 比起台积店 还是有点浪費 因为台积店人家是100倍 那其实如果说像我们这样子 存下来大概有10倍 这个律师检查过了 号码都不一样 所以不是彩色一印的 真的 的确 而且号码不一样 是分好多次了 真的是真的是 真的是 所以你用37万 然后换得了80张股票 现在 80张股票 现在好像是大概 股价大概37块吧 所以接近300万 300万 然后有100万的现金股利 就要400嘛 没有说错 接近200 接近200 这样加起来大概300万 400万 总共加起来400万 对啊 加起来400 那很不错 那你的成本才37万 37万 变400万 24年赚10倍 很不错啦 其实我本来都不买金融股了 但是我 这是我在那个 刚 当小资女的时候 没有钱都买 我很好奇 为什么24年可以忍住 玩一张都不卖 你都不会想要卖吗 你赚钱的时候都不会想要卖吗 因为很难卖 他一定会为名嘴啊 他最喜欢收上海上衣 或者是直接在卫商市市场 卖还是卖得掉啊 所以我这个是亲身实验 就是说你长期投资24年 就你真的可以获得还不错的杯数 但如果 这个算是只有嫁到中等的那个 家里 如果你嫁到豪门的话 比如说你买台积电 大概就100倍 但如果你所嫁非的人 可能嫁到那个地雷股 可能化为乌有 对对对 这边壁子 壁子我也有 我也有一张壁子 也有壁子 那不错 真的耶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 东云建设 这个就是听名牌 就是听人家讲 就传说中的那个东地式吗 对 对 为什么会买到这一张 就是乱听名牌 然后买了 他就中标这样子 所以做股票真的不能乱听名牌 壁子我就不要碰了 送给你 好 心里妈有意见 我现在正在讲 因为他当时买的 那时候我们都流行配股票 所以说他会五张 变成80张或800张 但是现在我们都是配息 所以像现在假如像他这样子说 要去存股票 幻想说我五张 然后到我退休了 我可能要100张 现在已经大概都没有了 现在有政变得这么难吗 不是 因为现在都配息嘛 你配息居多 天金给你就好啊 他就是没有说 你有五张股票 我配你一张股票 就等于你每天六张 所以回过头来 还是看高股息股票 比较期待 对 现在就是配股票的人 几乎是很少 当然也有一些小公司 还是有配股票 但是那个都非常的领头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小心一点 不是说像刚才想说 对哦 我们那个詹慧书 詹老师好厉害 因为年代有买了五张 就变成那么多 因为年代不同的话 所以做股票的方式会不同 OK 好 这个大家要特别记得了 另外一张请教惠珠 你之前也写过一篇报道 听说看到的人 都还蛮感谢的 对 今天有一个读者 打电话给我说 很感谢他那篇报道 让他赚了钱 事实上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中央 在选高股息的时候 其实台湾很多公司的股利 星期之旅大概都在 5%跟6% 那你要 其实你有一个迷思 你不能只看高股息 星期之旅高的 你要选这家公司 他是有前景的 我那时候大概试算 是大概是2.2 那他那时候股价才31块 所以你这样除下来 他的星期之旅来7% 可是他前提下来是说 因为他跨入车用 然后他又可以 可以那个 有题材 本益比很低 只有10倍 后来就被 可能被一些投资人看伤了 然后就涨到50几块 所以等于是 多短的时间 一季 就是到3月的时候 早上50几块 等于是 报酬率就有六成 那你年化回年化报酬率 大概就超过一倍 那就说你本来是要赚股利得 可是现在你有资本利得了 就把它卖掉 那所以就是 那个 就那个投资人他就赚到了 那现在就是说 因为他最近 他的第一季EPS不是很好 所以就股价修正 现在又掉到40块 那这样子就是说 他的新型日率 现在又变成6% 因为他去年配了2块半 那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看看说 如果你觉得他还是有成长性 其实6%的质率率还是不错的 所以你就说像这样 就叫做进可供退可受 对 进可供退可受 OK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家回头来看 这个 为什么有人可以这么早就退休 在家里就是好好的在这边 数钞票 数股息呢 有方法的 马上回来 好 马上来问这一位呢 我觉得好厉害 40岁就已经准备退休的蔡律师 表面上你是一位律师 那大家知道其实你是一个包住工 当房东开始的 当房东开始 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其实你很会投资股票 也算赚这个 我们今天讲的高股息的概念股 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投资股票 算是转了一个弯 因为律师很忙的 所以我以前都是 买房子收那个租金 但是后来那个房价涨很多 租金没有跟着涨 那我们当房东都是拿这个 很忙还有空当房东 可以啊可以啊 那个其实不会花很多时间 那我们收租金来付那个房贷本息 可是后来买的房子越来越贵 那租金没有那么多 就不够付了 那我突然就灵机一动 那我全部拿这个钱去投资股市 我们当房东就4%的租金投报率 差不多 那我可以买到4%的 现在台北市只有不到2% 那我就想说我来买那个 4%以上的这个股票 就一堆很多 可是我根本都没有那个做功课 就看报纸啊 看杂志啊 然后第四台 对 那个老师 那个七十几台老师会给你補 那个就 比如说这样拿起来 我跟你讲 这一档 这一档 赶快来加入 下礼拜一就要喷了 快来不及了 好像喔 很像喔 那个号码 你要拿笔 笔有 没有 还要摔笔 对 老师在讲有没有在听 对 以前就是这样子 那他把那个 哪一档 他把那个号码秀出来 我还不相信 有一种就很吸引我 他把那个号码遮起来 很急嘛 会长会长 到底哪一档 然后下面就有那个0800的电话 就打电话去 打去买药 你要知道嘛 不是 要加入会员 要付费啦 三个月六万块 他就说 我们律师一审 其实也是六万块 好多钱嘛 那我想说 怎么办呢 又要付钱 我又不想付钱 我那时候就把那个节目用 那时候还是录影带 把节目录下来 然后录下来之后定格 就把电脑搬出来 用这个线形图 用周线去对 好有耐心喔 其实对那个蛮快的 蛮快的 我们会做研究嘛 有多少档股票啊 这样一个一个对 1000多档 1000多档 就是你按那个上下键很快的 你就这样对1000多档 就1000 很快 没有 差不多300多档就找到了 那你花多久时间 要半个小时以上吧 一个多小时喔 你要慢慢对 因为那个线有点模糊嘛 就对了 可以省六万块啊 对 那当然就买进去嘛 第一天涨 第二天也涨 惨了 第三天跌停了 那跌停怎么办 赶快去看那个老师的节目嘛 2点半到3点 哇 惨了耶 完全不讲这一档了这样 他讲别档嘛 所以老师也没有办法帮我怎么办 所以一开始我投入股市就是乱买一通 你完全改变我对律师的认知 没有没有 我觉得那时候 你可以拿出律师的本色去告他 不行啦 我们又没有付费的 你忘记了吗 我们是自己对出来的嘛 那会说你对错股喔 应该没有 我没有对错股 那赔了六十万 后来赔八十万 真的赔到一百万 心里会痛一下 你赔了就这一档 省六万块赔一百万 我投资股市从头到尾 买了很多 一菜篮 后来就赔了一百万 对 那我 而且我记得你很省啊 你是六万块都不愿意去付 我省喔 你车子还开中股车 对不对 我要存钱当头期款 对 我是开福特嘉年华 还是中股车 二十五万一台 我说男人都有个梦想 想要开那个跑车 对 我就很喜欢一台那个BMW Z4 那个新车比较贵 中股车差不多一百多万嘛 我想说我开福特嘉年华 结果把BMW Z4输掉了 我那时候很生气 我跑去买了一台BMW Z4 还买啊 不是 这什么概念 输掉不如 对 不要紧张 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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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模型回来摆在桌上这样 不是警惕自己说 蔡律师你这么时候 有去看医生吗 那时候压力真的很大 其实你股票输钱不用看医生 那个股票是七十几台嘛 你就转到八十几台 那个是宗教节目嘛 然后阿米喔 你就觉得阿那个 可是你输了钱还是要赚回来 真的每天都在看 对 那其实我后来 结果我靠一台股票就赚回来了 我就去研究那个技术面 像我那时候去买那个上企 6123上企 可以跟亚马逊合作的 最近其实又不错了 那我发现说 因为我有去看技术分析的书 大部分你看这个在打底的时候 有一堆的量有没有 这个叫底部锁嘛 那散物会追高嘛 那大部分大部分都是买在底部的地方 所以我那时候看了书 我就照着方式去操作 我投入了那个40万买在16块 结果40万到16块 后来涨到32块的时候 我做了一件事情 那个股票有分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输到睡不着 第二阶段是涨到睡不着 一直涨 你没有卖就睡不着 那我32块把它卖掉 代表我把我的成本 通通拿回来了 所以我就进入第三阶段 天天都很好睡这样 那后来40块又涨到那个 六十几块的时候 突然我对过来 发现它有一个套牢卖压 我就通通把他卖掉了 一台车就来了 对 其实我输掉的钱 几乎靠这一档股票就赚回来了 那为什么这个底部锁嘛 这么有效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方法 自己研究出来的方法 别人书写的 每天对那个模型车 然后天天开始看书 研究出来的 别人书写 我发现这个方法真好用 我试用过 那底部锁码有多厉害 这个另外一档股票 大家应该很熟 叫做鲍雅 鲍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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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很厉害 三十几块变成三百多块 还一直涨到四五百块 前面都要进急诊室的一个线图 对 你能报这么久吗 对 整理这么久 你会发现有一个底部锁码的现象 对 就后来喷出去又涨这么多 所以我后来我就一直有这个概念说 股票不能乱买 我要买那个底部锁码的 所以你的底部锁码 就是有人一直在偷偷地吃货 吃货吃货 哪天爆量 没错 当然不能只看这个技术面 你要看一下这家公司 为什么我会挑它 每年你看 分配的这个股利有没有 对 这个0.78 0.74 1.01 一直到今年配那个1.5块 有没有发现它一直那个成长 可是这边要补充一件事情 股息稳定成长 对 稳定成 但是现在大盘是一万一千多点 所以我的主力持股 其实也慢慢在那个 获利了结了这样 我觉得 你今天不管是定存股 还是投资股票 你要依大盘的那个水位 对 投资不同的那个比例 还是要适时的获利了结 对 才不会下跌之后 你受重伤 这样就不得了了 对 但你那个底部锁 有时候我们看那条线拉很久 有时候会不会要等很久 我这边钱没那么多 等到一半就已经受不了了 要有耐心 我们律师去法院开庭 都等那么久 就是给你出来的耐心 等有不久了这样 这个一点不算什么 OK 你有投股老师的架势 对 我还没怀疑 我还没丟疑 真的 我给你按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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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家从那讲的这种 新手看家老手看量嘛 你就是看到底部锁码的情况 没错 而且有时候 这一招有什么破绽 没有 我是那个技术面买进 可是我还搭配那个基本面 所以刚刚不是长长一条线吗 我今天等五年等十年 我每年领个五六趴 那我等那么久股价都不涨 我也没差啊 我两边都赚啊 所以你的钱是基本面要好的 有成长的嘛 对不对 那很多人看记忆本面 都是做一件事看报纸 有没有 以前看汇出谁的报导 看报纸 看报纸 看股票 这样突然想要老师的讲话方式 好 这个请这个西力妈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怎么样看报纸 挑好的标准 其实我入股市 我是在以前一万两千多点 最高那一点 我突然跳进股海 然后我连练我自己的账号 都不会练的那一种 一二六八二那一天 对那一种傻瓜蛋 自杀式行为 对 我就进去 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 加钱指数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就进去 结果我买了股票 那一天从涨停到跌停 然后也就这样子 因为我是毒商的 那我就有一个概念 那时候想说 为什么每次做多都会死 你知道好不好 都会赔钱 后来我想一想 有些公司 那时候不是涨到什么 他有没有涨到一千多块 你想想说 哪里有那么好的报酬力 他也没赚那么多 所以我就跟人家不一样 我就反向去做空 但是我那时候真的 另外一个说话叫空姐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没有人在做空 做空的人真的是非常少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做空 然后很多人不敢靠近我 所以我的空姐 所以你的空姐是跟报纸 这个新闻去对赌吗 后来我就觉得说 我这样也不是办法 所以我很认真地读了 我们就是我们国内的 两个财经报纸 每天我认真地当书读 好 我另外让慧叔 我觉得你刚刚我们看到 你可以报一档股票 报这么久 但是你也曾经错失一些股票 听说你家有一个神童 两岁就会说 我要买大力光 我后来才发现 我女儿在十几年前 就已经预测了现在的股 因为你知道小baby 她都会学妈妈的动作 两岁怎么会知道大力光 一定是妈妈常买吧 不是 就是他们会学 学妈妈的动作 那我的最常动作是这样 就是在一边采访一边写 那有一天我看我女儿 就想说 Motorola Nokia 然后突然冒出一句说 帮我买一张大力光的股票 哇 对 那我就吓一跳 那我觉得可能 因为我平常在采访 看到这些 常讲到这些公司 然后她就把那些动作都学起来 而且她就记得这一档 这档你还真的买了 对 因为事实上 我会买大力光的原因 是因为有一次 我带小朋友去迪士尼乐园玩 然后那个时候 我还在用数位相机拍 那我看日本人 都用那个手机在拍照 那我想 那这个应该 那个时候手机里头 有这个镜头的 还不多 大概不到10% 所以我想说 未来一定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回来就买大力光 我记得 而且那时候我记得 大力光好像是买在192块 哇 六千 八了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我有上海上海的 那种精神的话 我今天就发了 重点没有 赚一倍就卖掉 一倍也不错 为什么呢 对啊 如果 你可以报24年的人 因为 因为她当时一买 一买是套牢 所以忘掉 而且上海上赢 她买这股票是涨的 上海上赢不好 不容易进出 大力光每天都告诉你说 你赚钱 你赚钱了 然后你就会去买一家 而且应该是说是价格 就是因为她上海 其实你那时候买是 三十几块钱股价 你说上海上赢 对 当年 74块 大力光那时候 你买块200对不对 190几块 我买大力光是在她 重挫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 好公司碰到重挫的时候 就像你去百货公司 大大车的时候 因为通常中高价股 你会比较不容易爆 就同样的涨幅 通常涨两成 比如说中高价股 200块钱涨两成 是涨40块 但其实涨10块 你就觉得涨很多 真的股票很难做 会买 什么时候卖才是重点 那我们先请广告 好 很厉害 是可以爆一倍也不错啦 对 不准啊 她的一倍很快 那一倍大概 好 股票市场这么迷人呢 就是因为挑对的话呢 真的人生从此变彩色的 我们刚才听到这个 大力光赚一倍已经很赞了 今天心里猫跟大家分享 你有两个月赚三倍的 这个因为我出一本书 所以我本来有个粉丝团 天天写 天天写教人家怎么做 你也做会员喔 没有 然后被人家盗卖 就是拿去主情组 因为我偶尔还是会爆牌 在粉丝团 但是我都写隐亏致乎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弄了一个不公开社团 一样都是服务性质的 然后我在3月15的时候 这一天刚好报纸有闲 华欣科 业绩在冲高 对 然后它可以赚 今年可以上看9.5元 然后去年才赚5块多 对 那这个就是告诉你 那时候股价才在98块多 对 所以我说 这个一定要报很紧 一定要报着 涨到几倍才能卖 所以它涨了三倍啊 到昨天是312 300多 而且才两个月 真的 这是事实 大家 所以说 为什么看报纸 所以看报纸还是可以赚钱啊 对啊那你 我跟你講看报纸真的是好 我去年也是这样子看 去年也是三月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你要去看它这个写的 今年它赚多少 而且它业绩 有业绩数字的 而且你要去查 去年GIS 它也是三月底的时候 也是写了一篇文章 它是说 我现在是讲去年是 它说去年它可以赚到15块 然后它前一年是赚八九块嘛 所以说那时候股价在140附近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买 因为什么 它赚一倍嘛 而且又搭上苹果嘛 对 然后又是鸿海的子公司 我觉得这支股票可以买 结果后来又搭配了现行 我真的又不盖你 我买在125 我要插提一下这个 心里妈可以成为这单身美魔女 是因为你每天都在看盘做股票吗 对 因为我就是每天都很忙 对 有时候忙到上洗手间都不敢去 这么严重 不是 不是 因为你去那个10周间 价位不一样了 怎么 对 从掌听到爹听吗 还不至于 其实那个除了赚钱还有热情 对 所以热情不会累 你也是忙到都没有吃饭就对了 就是我的那个 就是运动量比较大这样 键盘的运动量比较大 所以我说我常劝大家说 不要拼名牌 真的是把报纸当书读 你读久了就知道说什么东西是可以看的 对 然后当然要配合业绩 但是我不赞成大家用线型 老师在用线型去看股票 因为线型不会告诉你它以后的事情 那业绩会告诉你很多事情 那业绩要从哪里来 从报纸 还有一般的讯息 就不要像刚才讲的 那个贴起来的 那个老师 然后又不讲会用 我们除了看那个技术面 还有加上基本面 对 都要 对 报纸跟技术面都看 最近呢 这个刚刚我们在讨论 很夯的一档股票 我们这个国具站上了 5月15号那天 站上了一千块钱的大观 所以现在大家疯狂讨论说 这么多减资股 减资股行情是不是可以跟进呢 我们讲个数字 我刚刚讲 如果你是在这个国具 他还没有开始做减资的时候买的话 如果你是有100张 减资他4次嘛 这个差不多会变剩下不到12张 不过加加减减 还有这个现金这个配息等等 算起来 投资报酬率百分之1049 等于是10倍 10倍的报酬率 天啊 你减资完再进去的话 这个报酬率也有差不多4倍 对 怎么那么强 我们要谈一下 因为其实国具在第一次减资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他其实是为了节税 因为你减资完的现金呢 是不用缴股利税的 但是你 就是我们收股息的时候 会缴这个税金 但是谁也 那时候 其实去年4月份就知道 那个被动元件有个大行情 但是大行情能够大到哪里呢 是 因为一般人对减资好像感觉 对 这公司好像不太好说要减资 减资有三种情况 一种减资呢 就是公司不断的亏钱 像微胜 早期的微胜 不断的亏钱 不断的减资 不断的亏钱 不断的减资 还有那个圣某某 什么某花 对 减到最后 都已经忘记自己剩下几张股票了 可能都没有了 那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像中华电信 就是他获利很好 但是股本太大 那以后他获利是稳定的 投资钱也够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现金股息呢 放放给他 但是呢他也未来就是这样子 他没有成长性 第三种呢 就是像国具这样子 原来他正在抓到一个 极大的行情 就是被动元件的行情 所以他加上减资 然后加上获利很好 你看他如果是赚10块钱 减资一半的话 就变赚20块了 那如果20块 要减资一半的时候 就赚40块了 那40块 分母股本一直变小 对当然 他的股本变小的话 就会让他的EBS变很高 所以人家说 国具今年可以赚40块 就是说因为他的那个股本 瘦身40块了 所以当然他的特质 那我也不知道 这个陈泰民 会不会下次又想到 再给减资 因为说真的 我们上千块钱的股票 股本32亿的 也只有国具 过去股票 股票上千块的 包括以前的宏达电 什么之类 他们的这个股本 都大概20亿左右 所以说不定 陈泰民又决定了 在未来情况下 他又减资 那如果这样减资 他的股价就不是1000块了 他又第五次 对可能就是4000块 因为减资一半 那像这种公司就是 你抓到一个大行情 被动元件苦了10年 那这一次一次翻身 那而且重点事情是 几乎做被动元件的公司 都做一些事情 他们不再生产了 他们就是维持这样的量 要买你就跟我预收款 像这样的公司 还包括了矽晶圆 也是这样的产业 好那但是 这跟鸿海又不一样了 鸿海呢 因为如果说你减资 但是你的席 的确只有2块钱 那人家就会想一句话说 你减资的目的 是不是因为你要节税 因为你减资 你拿这2块钱你要缴税 但是你减资拿的钱 就不用缴税了 而且鸿海很大的问题事情是 因为他的子公司 要去上海挂牌 本益比就40倍 但是他在台湾的本益比 只有8倍 那能不能就干嘛 去买你鸿海8倍 我去中国去买他的 那个40倍 40倍将来可能还60倍 去买那个会涨的市场 对 所以这个情况下 这两个故事 一样减资 但结果不一样 我补充短短一句 重点还是 未来的产业前景 真的 其实国际今年法人估 EPS不止40 平均是估在80到100块 所以如果他EPS 可以赚100块的话 1000块的股价 我觉得也没有特别贵 但也没有便宜 我只能说没有便宜 但也不会特别贵 所以还是要看未来 产业的前景 那鸿海因为他 交出来的这个前四月的财报 都不好 所以其实反而在这边 会有比较大的疑问 最后是提醒大家 有些这个新闻 不只会讲高股息 可能会告诉大家说 这些公司十年来 没有发过一毛的股利 很重的这种公司 就是不发 那么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这是这个报纸的新闻 所以今天我们聊了很多 高股利不见得一定都是好 那不发股利呢 其实普遍来说表现都不好 所以避开这些 不发股利的公司 好好来挑一些高股时的公司 注意他有没有转机的题材 简直有没有好的题材 有没有成长性 祝福大家赚到面子 也赚到脸子咯 看起来 谢谢 所以我们有人买国具吗 有 他有买啊 他有买 他有买 我昨天有买 不是我今天有买 我今天有买 你今天有买 你今天有买掉 我今天有买 今天有买酒 今天有买 小爱你 我做